这节课我们学习ES10另外一个新特性 叫做可选的catch banding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代码当中 我们是不是经常会使用try catch 对于我们代码的异常及捕获 在之前的预法当中 catch后面那个参数是必须要写的 但是在ES10当中 如果这个参数我们在项目当中 不需要使用的话 那么这个参数和这个括号 我们都是可以省略的 我们来语法的演示一下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这应该是第六章的第五个例子了吧 然后呢把它引进来 然后把其他的我先关闭掉 大家看 比如说我有这样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就定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作用呢就适用于 验证一个json格式的 比如说就验证json 在参数 你可能传入一个json字幕传 在这个里面 我们想去验证 当前你传入这个值 是否符合json格式 那这样的话怎么验证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json.pass 对于这个传入参数 进行一个转换 如果能转换 就说明你是一个json格式 如果不能转换呢 就说明你不是一个json格式 对吧 那怎么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 通过trycatch 对于我们的代码 进行一个异常的补获 比如说我们把json.pass 写在try里面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catch 不会一成 之前在码一样这么写的 catch后面有个括号 括号里面有个参数 这边有个方法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输出一下 这个e的值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调用一下 这个方法 为它传递一个参数吧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json 就是gs的对象表示法 但它其实本质 还是一个四不串 然后里面的形式呢 跟对象是一样的 但注意 每一个key值 都需要用引号 把它包裹起来 比如说内部属性 我们叫做mmoke 我们再写一个属性吧 比如说对应的课程 然后呢 是es这样的课程 OK 这是一个标准的json.pass 我把它传入到这个里面去 当然这时候 如果是标准情况下 它是不会进入到hatch 大家看 比如说我把这个引号 去掉一个 这时候肯定就不对了 这时候大家看 保存 我们发现代码第五行 是不是打印出了 这样一个触碰提示 其实这个触碰提示 就是说当前并不是一个 可以被解析的 这样一个接送格式 OK 这是e 这时候如果我们需要e 你就可以把它 这个参数呢 写在这 但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比如对于我们这个需求 我只想知道 当天你传认这个格式 到底是不是 json格式 如果是 你就会返回一个tru 如果不是 你就会返回一个pulse 这个tru信息 我并不关心 那应该怎么写 大家看 如果当前能够解析 那是不是就不会 进入到catch 就在try里面 对吧 这时候呢 如果能够解析 那我就认为一个tru 表示当前 是一个json格式 那如果不能解析呢 我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 认为一个pulse 那你说这时候 这个e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实际含义吗 其实 这个参数 对我们来讲 没有意义 对吧 所以说 干脆在es10里面 这个参数和括号 是可以不写的 之前的语法 一定是不可以的 只有es10开始 才可以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 返回结果 我们验证结果 我们答应一下 保存 大家看 当前这个格式 并不是一个json格式 因为刚才我删掉过 一个引号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它是不是返回一个false 这时候你到底 错误信息是什么 我并不关心 所以说 这个括号和这个参数呢 我并不游写 那如果我传递是一个正确呢 大家看 这时候是不是返回一个 true 其实这个 就是这个特性的作用 只是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try catch 进行异常补获的时候 如果catch后面那个参数 我们在1-5-1当中 不需要使用到 那这样的话 这个参数和那个括号 我们都可以省略掉 这个呢 就是这个新特性的使用方式 进行的